每日更新但明明略万部高欢电影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即将上映的国庆党电影《攀登者》 《攀登者》是由李仁港指导 吴京、张子怡、张义、景博然、胡歌、王景春和林主演的剧情电影 将于2019年9月30号公开上映 与全国观众用特别的方式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影片讲述的是登山英雄的故事 传递的更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的攀登精神 最近电影也是刚刚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冲顶版预售海报 正式开启史上最高海拔全面预售 海报分别定格了五位攀登者 方武周、徐英、曲松林、李国良、杨光 攀登雪山峭壁 向着珠峰发起登顶冲刺的一瞬 画面中几人的目光坚定显露无畏气质 让人十分期待看着他们登顶的那一刻 1960年中国登山队向珠峰发起冲刺 完成了世界首次北坡登顶这一不可能的任务 15年之后 方武周和曲松林在气象学家徐英的帮助之下 带领李国洞、杨光等等年轻队员 再次挑战世界之电 迎接他们的将是更加严酷的现实 也是生与死的挑战 电影正是根据我国登山队成员 王富洲共布屈吟华 三人完成中国首次登顶珠峰的真实故事改变 力求通过影片展现经历磨难、不怕牺牲 顽强拼搏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感天动力的家国情怀 努力推出一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新主流大片 他们的登顶绝非单纯的体育运动的范畴 更像是在当时极度落后条件又无法想象的艰苦情况之下 展现出国家实力的行动 登顶的荣耀之下 珠峰也见证了那一代贪奔者的实力和牺牲 当多年以后当时的登山队员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哪怕只剩一人也要完成登顶任务 那时候的中国正在与尼泊尔明确两国的边界划分 关于朱默阿玛峰 中方提议为两国共同所有 尼泊尔则略带嘲讽地称 如果你们都没有登顶过珠峰 为何我们要分享这座最高峰 中尼几次谈判期间 印度登山队也在加紧他们的登顶计划 当时国内经济困难重重 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共和国依然发展出要以国家为独立能力登山珠峰的决心 并没有任何暂缓退让的余地 所以说当时的珠峰攀登从来都不只是登山运动而已 某种程度上它和中国两单一星类似 又更深远的显示国家实力的一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每日更新 带你领域万部高分电影的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